1938年3月13日下午,占领南京的日军乘坐一辆卡车,从浦口方向来到了永宁茅坦桥后停了下来。 当时从车上跳下了八名日本士兵,他们背着三八大概腰间挂着东洋刀,气势汹汹地沿着田梗便向附近的徐庄扑了过来。 这八名日本兵进入村庄以后便在村庄里到处打劫,将村民家里养的鸡喂的猪统统洗劫一空。 在祸害半天以后,见村庄里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抢劫的东西了,这八名日军便派出了六个人将抢劫到手的东西一路又抬又赶的送到了汽车上。 这时,附近徐庄的农民黄智喜正在家里神看前敬神,听到门外有动静,便开门准备看一下这些日军到底都抢了些什么。 黄智喜这一开门正好与日军打了个照面,日军举着刺刀便冲了上来,不由分说地拖着黄智喜就往外走。 等黄智喜稍缓过神来,从日军唧里呱呱的又笔又话中,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日本士兵想让他带路去祸害村里的未婚女子。 黄智喜也只能又笔又话地向日军解释,村里的未婚女子早就跑掉了。 日本人一听恼羞成怒,举着军刀在黄智喜的脑袋上做事就要砍下来,威逼他带路去找村里的未婚女子。 黄智喜一边不停地向日军解释,一边在日军的威逼下不断后退。 他知道就算村里还有未婚女子,自己也万万不能把日军带过去,供他们祸害啊。 要不自己不但这辈子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更没有勇气面对遭日军祸害的未婚女子和他们的家人。 黄智喜没有办法,只能在日军步步紧逼下,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当退到灶台边,已经无路可退的时候,失去了耐心的日军将早已举起的日本军刀对着黄智喜的脑袋便猛地砍了下来。 在日本军刀挥落的一刹那,黄智喜本能地脑袋一飞,日本士兵的军刀砍在了他的左脸上。 当时他整个左脸鲜血淋漓。 黄智喜知道,自己要是不跑,就只能死在日军的刀下了。 当时也没多想,把腿便冲下田梗,向着水田没命地奔跑。 黄智喜刚跑过一条小水沟,背后的三名日本士兵便举起三八大袋,对着他肚子开了一下。 但幸运时,都没有打中黄智喜。 黄智喜听到枪响,也顾不上查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击中,只知道逃,或许还能火灭,停下来必死无疑。 当时金哲刚过,水田里的水温度还很刺骨。 黄智喜也没多想,直接在齐腰身的水田中一路向着身处狂奔。 最终在跑了一段之后,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水田里。 站在田梗上的日军见水田中黄智喜倒下后,捡起一片水花,以为黄智喜已经被他们打死了。 再加上这几名日本兵不会游泳,看到水田中间白花花的一片,也不敢贸然下去检查。 嘴里骂骂咧咧的抬着抢到手的东西就走了。 过了许久,黄智喜才从昏迷中渐渐醒了过来。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同村一名陈姓老人的帮助,将他从水田里拖了出来,才得以活下来。 日军砍在黄智喜脸上的那一刀,也给他留下一条长长的伤疤,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罪证。 1984年,当时的南京江浦县党史办对日军暴行进行调查的时候, 黄智喜将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向调查人员做了口述。 现在,这份证言也作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的一部分,被存放在浦口区档案馆了。 列宁